大家好,我是馨月 上次做的花椒又已经吃完了 今天再用花椒做一点 大碗里准备100克的青红花椒 加入5克的麻椒,提升一下麻味 然后倒入一碗生水 把花椒和麻椒淘洗两三遍 彻底的淘洗干净 洗掉上面的灰尘和脏东西 倒在漏网里控掉多余的脏水 再倒回碗里 再次的倒入清水 给它淘洗一遍,彻底清洗干净 过滤掉水分 把控干水分的花椒倒在一个网布里 平伏均匀给它摊开 不着急用的话 也可以放到太阳底下晾干水分 如果着急的话 我们就想一个办法 去邻居家借一个吹风机来吹一下 把花椒上面的水分吹干 吹得比较干燥的状态就可以了 吹干以后倒回碗里 偷偷地放入两勺老爸的高度白酒 先搅拌均匀 让每一粒花椒都粘过上白酒 这样呢会有独特的香味 还可以防止糊掉 搅拌均匀备用 下面我们去小菜园里面 耗上一把的葱叶子 切一下直接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再来准备一块生姜 切着厚厚的薄片 切好以后收到碗里 准备半个洋葱 去掉皮以后切成细丝 收到碗里 准备几把大蒜增香 准备几片树叶 几块树皮 锅烧芝麻青烟以后 倒入82年的食用油 油呢要多倒一点 我准备了两斤左右 凉油下入所有的香料 全程开大火 用铲子不停地搅拌着 先把所有的香料给它炸香 等待油温升高的时候 锅里面的香料 慢慢地就激发出香味了 我们转上文明火 继续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这样可以使所有的酱料 受了均匀 充分地把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现在是炸至三分钟时的状态 香料已经完全变色了 我们继续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把所有的香料炸干 这个是六分钟时的状态 香料已经完全炸干了 现在的香料呢 已经不能再炸了 如果再炸的话 就容易发苦了 我们用肉碗把香料给它打捞出来 用铲子压出多余的油 放到碗里直接丢掉就可以了 香料全部捞出来以后关火 把锅中的油给它放凉 接下来把乐油多次少量地倒进来 把花家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哇好香啊 把油全部浇进来以后 快速地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满屋子都是花椒的香味了 我们在上面扣上一张保鲜膜密封起来 用牙签在上面扎上几个小眼 方便排挤 想办法放在蒸锅里 盖上盖子开大火 伤气以后转成文明火 蒸29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想办法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 把上面的保鲜膜接掉 蒸好以后 花椒香味基本上已经稀释出来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出来 我们需要进行最后一步 准备一个碗 用肉碗把花椒过滤出来 把花椒再次地倒回锅中 加入一大勺的花椒油 开火把油烧热 最后再把花椒炸一下 做花椒油的时候 花椒不要直接油炸 最后一步可以把花椒的香味 彻底地给它炸出来 我们听到过里有 劈里啪啦的响声 就可以温火了 再把花椒倒回油里 现在这样我们的花椒油就制作好了 再加自制花椒油 千万不要直接用油炸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花椒油 焦香味浓郁 非常的香 最后这一步 花椒的香味已经完全地激发了出来 我们可以放在油里面浸泡一段时间 时间越久 花椒的香味就会越浓郁 吃的时候不喜欢花椒的话 可以直接用肉勺给它捞出来 平时用来炒菜 或者是拌面条拌凉菜 都是非常好吃 非常的香 这样做的花椒油呢 可以保存一年一朝都不会坏 自己做的营养无添加 成本非常的低 这么大一碗成本不足十块钱 在外面买一瓶的话要好几十块钱了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无论是在门口吃 还是在家里吃 都是非常的好吃 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哦 辛苦一下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